大家好,我是青青,欢迎收看菜鸟青青的羁绊对决 其实是我们一起看别人的羁绊对决 其实作为主角的这个队伍,两个人,一个风主一个雷主 他们的战力都是17万多 这个对手好像有一个20多万的 然后还有一个8万多的 可有可无,其实只是加一些buff可能是 离上了对方三代,哇,这个喷一喷,真的是相当的凶猛啊 这个鲨鱼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摁出结界 就是怕对方的这个绘土二代可以打断 还不错,顺利的开出了结界 可是很遗憾的,后排的风主和崴罗都已经趴了 这个战力20多万的这个 惠斗三代真的是太凶猛了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鲨鱼的结界是可以不开的 因为对方的三代已经傲益了 开了这个结界好像意也不是特别大 还影响了几方那个山中锋 可以后手控对方的这个雷主 这个回合就控不到了 对方这个雷主也是有跟径的 他这个,他这个雷主这一个奥逸也是估计很痛 暴击6000多,再加上三代的追打 还有二代的追打,真的太凶暴了 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因为这边佐助是不受对方这个三代伤害的 而且已经很强了 可以连续的奥逸 三代噴一下 哎呀,我方的这个奥逸不能这样摁他 这样会被打断的 结果这两个都被打断了 他应该没有希望了 这个二代的奥逸也相当的痛啊 小男起飞 也还很厉害 对方的那个蟹起来就是给惠赌三代加了个盾 然后就啪了 然后小男不是霸体 这个回合就挂了 但是也熬不过下个回合 下个回合惠赌三代又要喷了我了 一喷就结束了 我们接着看啊 对方一个十四万 一个十五万 一个二十四万 也是都是 现在都流行带这个惠赌三代 肯定那个惠赌三代一上也就喷 对方的这个蝎的奥逸有点按早了 因为火煮应该是带净反了 你等一下再奥逸就没有关系 因为风雷斩 鲨鱼开结界是肯定的 要顶掉对方老团的这个结界 下个回合看看这个神男应该奥逸谁 神男奥逸 我觉得奥逸其中的一个火煮 可以定身火煮或者打断它的技能 因为由于鲨鱼开了结界了 那两个火煮有可能开的都是 带的都是盾 不给它开盾了 这个神男和虚左阻鱼的组合还是相当不错的 就是大大氛围的杀伤 很厉害 果然那个火主是开盾了 被打断了 然后佐助还有一下 佐助应该能把那个火主打死 这样就触发了这个 武者的杀疑 下个回合他还可以继续奥益 哇 这个四代的奥益的伤害真的很高啊 我开始是误解 我以为这个是什么联手奥益嘛 因为经常玩那个究极风暴 以为是联手奥益 就是有特定忍者在场的情况下才会出 昨天有朋友告知我 非常感谢啊 就是因为这叫助战系统 有助战系统才有这个助战的这个奥益 不过就这一局来说 应该是我觉得是大局一定 应该是肯定可以赢下来的 只不过能不能少死几个人了 这佐助肯定是一下子下去 又趴了两个 下个回合还可以继续 如果有需要到下个回合的话 因为对方 那个三代老爷爷是对佐助是没有伤害的 应该是堵死了 控制失败 还有一个蝎站进来 那也是佐助一下子搞定他了 没有啊 这样强的 那也是死了 看一下对手的情况 对手是两个去做赌助 战力没有刚才高 一个14万一个17万 应该这局应该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 也是开结界嘛 因为对方有止水 而你这么自信 对方的二号位一定没你快啊 那可能是 觉得对方肯定没有快 没有他快 所以他这么自信的 就把鲨鱼的结界给点了 这个第一回合肯定是很平稳度过的 分身鲨鱼 这样多 哎呦 对方的这个鹿丸 打了这个傀儡 差一点没打死 鹿丸自己晕了 这是新 就是鹿福的终忍鹿丸 就类似于台湖的那个 测鹿 这位小男肯定要是先起飞啊 先攻比较高 打的是对方的深中风 因为有根性 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用 对方来了一个 又来了一线 两个佐助 这边也是 队友也是 来了一个 来一线 这是佐助的奥义 演示 一瞬间演示了好几遍 我觉得是战力的关系 这次对手的这战力不行 被这个佐助打了一下就没有什么血了 再加上深男 看对方这个血量下个回合这个佐助再来一个奥义 应该就没什么关系了 神男赌助打一轮 就应该差不多了 这个好像我们看就是鹿福的这个好像也很卡 因为鲨鱼的这个吉利 他可能是打到上个回合就开了 且我也是压到这个回合了 对方的这个佐助来一下 不是上面那组人没有带五九的杀翼啊 所以上面的那个佐助并没有奥义 就是下面的这个佐助奥义了 上面的那个佐助应该是这个回合会被堵死了 不被打死也被堵死了 有可能都不用被堵死 直接被打死 下面的这个没问题 下面这个虽然残雪 但是可以收很多个人头啊 感觉后排这边残雪的很多呀 倒到两个 崴罗很幸运没倒 对方还是一直点着奥义 但是应该放不出来了 看对手的这个情况 一个20 22万一个15万 这个右神肯定一上来就要混乱鲨鱼 我觉得是 然后保他这个止水的结界 看是不是啊 他是一号位 那就没有办法了 除非他控制失败 然后控制了鲨鱼三代喷 哇太凶猛了 这回灰土三代没有被混乱到 因为直接把山中的这个回来给鸟了 火方这个队友 封穴了对方的土主 省得开二次普攻 哎 风主是吹风 这个确实也是好嘛 因为碰到佐助 只要吹掉佐助的这个舞者的杀意 其实佐助的作用就小了很多 两个回合奥义一次和每个回合都能奥义 这个输出明显就已经给他减半了 而且吹掉舞者的杀意就是减掉了百分之四十的攻击 和百分之四十的人数 所以差距是非常巨大的 这边顶掉了对方的这个止水的结界 也是有点赚 然后神男奥义 神男的这个奥义的伤害 真的是也是非常的强 和对方的战力的关系 好像没有死人 佐助打一下 死了一个 但是已经没有舞者的杀意了 诶 崴罗可以奥义 看能奥义的出来吗 对方的止水打打的是风阻 这个很正确 我们阻止刷新 崴罗这奥义 哇 也很给力啊 嗯 这局应该是赢了 对方只剩下诱神的时候就不厉害了 三代一喷 把这个普通的小男打一下 还真不错 这个暴击 哎 小男刷新了 技能 控制还失败 小男起飞 打倒了三代霍影 好 我们接着看 看一下对手的情况 一个24万 两个突破雷影 底下那个雷影有突破 底下那个不是突破雷影 上面那是突破雷影 他真正猛的是在上面 这个鲨鱼开结界真的有自信吧 万一被打断了 那边有奶妹啊 奶妹二号位说不定比你快 果然 这个对先公太自信了 也是不好啊 哇 这个给了一个标记 这个雷影一下子就冲过去了 感觉这个鲨鱼怎么要挂的感觉 会挂了 已经挂了 不过没什么 鲨鱼死了 其实是不太要紧的 最主力的两个队员是左鲁和小男吧 就是神男和虚走走路 如果这两个如果上了其中一个被秒的话 那就没有什么好打的 就是 确实很难了 下个回合 也是照常的嘛 小男几位 左都奥义 应该还是可以打的 雷影 想控一下雷影结果还失败了 应该尝试 又失败了 风雷斩又失败了 这个确实太厉害了 为什么雷影控制这样强呢 其实应该让左鲁先打的 左鲁因为有舞者的杀意嘛 有点卡了 没关系 我帮大家剪掉 好 第二波开始了 其实应该是左鲁先打 这样打分身可以触发舞者的杀意 如果小男先把分身这些都打没了 有可能打不死人呢 还留了一个分身 还不错 把这个分身打死就可以有了 下个回合 阻住还可以奥义的 在我的印象里 只要有这个突破雷影的 这个战斗都会拖很久 就是别人全怕了 就凭那个突破的雷影 就打不到很久很久 刚才那个奶妹的标记 不应该打左鲁了 因为他有分性 等到这个锡 对锡还去不掉他的这个 因为他是雷独认者 应该是打别的 比如说打我爱罗 比较正确 刚才那个奶妹说 给我爱罗上了标记的话 我爱罗已经趴了 也就开不出阶级 这应该是杜芳的十五 我说错 那个因为下边那个人已经离线了 所以刚才才卡了一下 他不可能想到这样圆呢 电脑替他控制了 所以说如果这场赢了的话 应该也是幸运的 如果刚才那个奶妹打了我爱罗 我爱罗被打死了之后 没有这个姐姐的话 这个伤害就会差很多 躲住一架 下边那个雷影已经死了 就剩下上面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狂暴的这个雷影 这个雷影只要打不到风主就没太大关键 就是把风主如果打死了 没有这个风主的这些分身凑数量的话 很有这个其实也也挺危险的 因为他这个雷影好像很扛打很扛打 锁住奥蚁 土主就不在了 雷影会一直奥蚁 不过还可能山中风只要控他一次 他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这个崴罗强大的奥蚁打了他四千多还不错 哇打了他 然后他很很讨厌我爱罗 我爱罗空血了 但是没有死 刚说就死了 山中的奥蚁是可以控雷影的 只要控他一次 就打断了他连续奥蚁 控制失败 好尴尬 不过破了他的增益 让他独到了一点也是好 又开了 锁住一个奥蚁好像对他不疼不痒不痒了 这回打到佐助了 我今天看了这个视频之后 我就是对这个四代雷影就彻底的无语了 太厉害了 打也打不死 然后不停的奥蚁不停的锤 控还控不住 这真的是无解 这个 这还好是 二对二 一对一的时候真的是太强了 毫无办法 你就只能祈祷 不要被他锤到 让他锤到分身 或者什么 如果是锤到 忍者的话 两锤必死 小男又打他一下 他已经只剩下一点点血了 可是他就是这一点点血 他还是把封乳给打死了 我的天 太凶暴了 又打走着我了 还好他刚才那一轮经常打到分身 不然的话 终于爬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青青 再见